郭國瑜都要選總統喔 天啊 中畢有些人很想出來選 但一直在那裡等時機 然後一直對人家放炮 我覺得韓國瑜他其實是深櫃啦 你看韓國瑜 他是不是奮力的一直在演講 都離開高雄市一直演講 他在做他之前沒有做過的事 他到處就畫瞎 反身碎骨 郭台銘 他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很忙的人了 開什麼玩笑 洪海現在股價又不是很好 對不對 他一定很辛苦啊 他現在非常辛苦 他還要選總統 他是不是把每天都當最後一天再用 對 他平常填盤子嗎 他平常把盤子丟在人家臉上 他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黃金平就不一樣 黃金平的最後一天 就是他催促初選的那一天 他現在每天都是多的 常常不知道大家網路上都在吵些什麼 你看網路上 蔡英文的粉絲 說韓國瑜的粉絲 媽的智障 韓國瑜的粉絲 說蔡英文的粉絲 我們就沒你們聰明啦 這是同一件事情 一樣的 沒有很閒嗎 所以我就研究很多奇怪的東西 像是素食主義 然後我就覺得 欸素食主義好像有分很多種欸 然後最近我覺得他應該還可以 再新增一個類別 叫做選舉素食主義 我要選舉了 大家覺得工程師治國怎麼樣 工程師治國就不用有那些 無謂的爭吵 所有事情全部都是SOP 而且再也不用去討論一些 有的沒有的 就廢除中文啊 英文啊 閩南話的教學 電視機不管怎麼打 怎麼開怎麼轉 都是韓國瑜 就不管轉到哪一台都是韓國瑜 甚至看到那種搞笑節目 也是魔法韓國瑜 超煩 我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最近我們把韓國瑜的成分 的元素全部 拉開 我們台灣的電視還剩下什麼 看過那種電視節目 是晚上讓你打電話 去唱歌的 然後每天晚上都打電話 進去說 欸 喂 你好 欸 我要點一條 舒服的人啊 現在歡迎我們這個 一開始覺得他們像民進黨 也有點像國民黨 也有點像國民黨 就是各走各的 超妙的 韓國瑜 認真實在 搞作是 學士淵博 思想前衛 打開我的影片 啊 感恩 感恩 非常開心 接受 當我是個學生 student American club 付我 tuition fee 他把 tuition跟 fee 加在一起講耶 學費費 應該在高雄來的時候 我就會說 高雄的高先生 發大財了耶 你們不要這麼小氣啦 韓國瑜又不是 我後悔我在半年前 講了這種笑話 他現在很有可能 要出來給大家一起用 就半年後了 就來個高雄也不是這樣子耶 高雄人喔 發大財了喔 不要再把我叫了啦 我今天都為高雄來這麼大 你又想辦法 不要想去 你現在出來了 你是鳳凰了耶 我最不想disk的是韓國瑜 因為太常disk他了 蔡英文 你希望他可以有東西 可以讓我disk這樣子 我disk蔡英文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 不太好意思disk他 那我覺得 欸 你就換我了這樣 當然是盧秀燕啊 不然我們市長還沒有存在的概念 不要忘了我是那一人 排中人 認真來說應該 沒有哪一位不該disk吧 有媽媽吧 是吃月餅的那個中秋起義嗎 什麼東西 韓國瑜嗎 不知道 沒讀書 不知道我只知道中秋起秋 真的喔 早上的新聞對不對 我是唯一一個知道 中秋起義是什麼 我跟這些團員不一樣 我有看新聞 我知道中秋起義是 郭台銘說他要出來選總統的日期 我連題目都聽不懂 會啊 我覺得他會 他一定會的啊 選什麼 我覺得他一定會啊 他就是不甘疾莫老遠 他要讓台灣再次驕傲嗎 製造一些工作機會給大家 我覺得這樣很好 台灣需要這樣的人 我覺得很好啊 中畢有些人很想出來選 但一直在那裡等時機 然後一直對人家放炮 然後後來說 如果我們不要了 還好吧 我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兔子 所以我就把兔子給了蔡英文 啾咪 我覺得韓國瑜他其實是生貴啦 那兔子就是同性戀的象徵嘛 王金平為什麼是玉兔 躲在洞裡面你知道嗎 又探出來然後就探進去 跟他的作風蠻像的 王金平我把它變成玉兔 因為也是一樣的理由 玉兔比較是gay的象徵嘛 那王金平其實是很多gay的天才 但沒有想過吧 他很多gay很喜歡他 然後玉兔就是台銘 因為台銘就是 那個國瑜小跟班 人家想幹嘛 就愛學就要幹嘛 結果月亮沒辦法嘛 幫他打訴一下 不然他沒有什麼存在感 還國瑜 柯文哲就是 像月亮的存在 你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但他就是一直在那裡 那柯文哲為什麼是月亮 說不出來 月亮是文哲 因為文哲這張照片有點厚多 所以就把月亮給他 蔡英文是唯一 看起來是自然現象的東西 自然產生的東西 所以是月亮 月餅是王金平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比較多頭髮 你知道富士康有時候 中秋節就發月餅 波台銘就是月餅 就比較有錢 所以比較有那些料這樣子 然後剩月餅 就是英文沒有什麼 就是剩下來就給他好了 那柯文哲為什麼是月餅 就是我其實沒有想到 就是 是選證的 吳光是整個故事裡面 最沒用的廢物 所以又把它給柯文哲 就是他不做一些廢事 就不會有存在感的 就沒辦法 吳光是精品 因為精品就是做一些 徒勞烏工的事情 王金平是屬於吳光 沒有人記得吳光 到底做什麼 所以他是王金平 蔡英文是吳光 就是他就是這裡面 最陽光的象徵 然後蔡英文是吳光 我覺得裡面就他最美 郭台銘就是裡面唯一的少女 所以他是嫦娥 嫦娥是唯一能夠讓人家 有幻想的對象 只剩下郭台銘的 剛剛說韓國語 就是他講話就特別 不知道娘娘的 嫦娥女性角色蠻適她 嫦娥是國語 因為國語一直看著一些遙遠的方向 覺得自己到得了這樣 這四個都是男的 那我覺得蔡英文 有可能不一定是純粹女的 好 就這樣了 她就把我帶到二樓的小房間 黑暗的小房間 然後就開始弄一個盆子裡面 做過腳底下摸 應該都知道嘛 就把腳放上去開始泡 然後泡完之後放上來 就開始幫忙按腳 與其說是按 不如說是摸 他就開始摸我的腳 一點舒服的感覺 痛覺舒服都沒有 這個按的技術 他摸的這個技術 爛到真的 我覺得我寧願跟他打炮 你知道 就一直摸摸摸摸 摸了五分鐘 然後他就頭抬起來 看著我說 先生 你要不要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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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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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